山西有一个巡洋县 此地虽然是一个小县城 但是极其繁华 来往的客商无数 前来游玩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当地有一个秀才姓赵 名叫赵海 此人虽然家境贫寒 但是很有读书天赋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当地一个姓刘的园外 时常资助赵海读书 赵海非常争气 年仅15岁就考中了秀才 刘元外知道此事之后 连连点头 说赵海是一个可造之才 从此以后便对他更加的器重了 刘元外有一妻一妾 妻子柳是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从小跟着刘元外做生意 现在已经娶妻生子了 日子过得很是不错 刘元外的小妾 李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这女儿和两个儿子的年龄相差甚远 可谓是刘元外的老来子 因此虽然是个庶女 但是刘元外对待女儿刘小蕊 可谓是相当的好 女儿刘小蕊和赵海的年纪差不多 刘元外看着赵海中秀才之后 觉得这么好的苗子 不应该耽搁了 于是让刘小蕊的先生教授赵海读书 要知道这刘小蕊从小喜欢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因此刘元外就给刘小蕊请了城中一个极其有名的焦书先生 教他读书习字 吟诗作对 这焦书先生未图省事 于是就让刘小蕊和赵海一起学习 这赵海长得一表人才 而且才学 也在刘小蕊之上 这让刘小蕊对赵海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感 而这赵海呢 自小家境贫寒 虽然现在已经考取了秀才 但是毕竟还只是一个穷书生 看着如花似玉的刘小蕊 这个少年也对他产生了感情 就这样 时间过了一年多 赵海在这焦书先生的教导之下 学问突飞猛进 不久之后便辞别了众人 上京赶考去了 自从赵海走后 刘小蕊是茶不思饭不想的 每天盼望着赵海能够早日回来 这一日 刘家上下都还在吃早饭呢 突然一大帮人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 就带走了刘元外和他的两个儿子 众人都不明 所以赶紧派管家前去打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中午的时候 管家这才着急忙慌地走进了刘府 管家告诉大家说 刘元外的生意出现了问题 现在县太爷把刘家的男丁都抓走 铁了心的要让刘家家破人亡 原来这刘家家大业大 手底下的产业数不胜数 其中他们还经营着药部 这县太爷的儿子是一个病罐子 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 才能维持着生命 由于这县太爷刚上任 全家上下也都是刚刚搬到这里来的 县太爷的儿子或许是水土不服 所以病情更加加重了几分 县太爷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听说儿子的病加重了 立刻火冒三丈调查原因 众人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纷纷推卸责任 最终有人查出刘元外家的药铺中 有些药都过了期限还在售卖 县太爷得知此事之后 料定一定是刘家的药不好 这才是儿子的病加重了 所以就派人前来 把刘家所有的男丁都给抓走了 刘元外的妻子照是听闻此事之后 立刻让管家上下打点关系 他要去见一见县太爷 可是妻子去了衙门之后 县太爷的管家收了重力之后 却对赵氏说道 不是我不帮你 你们这个事可算是闹大了 刘元外他们刚被抓进大牢 县太爷的儿子就病死了 此刻县太爷可是火冒三丈 声称要让你们刘家杀人偿命 赵氏一听这话 立刻慌了神了 赶紧问县太爷的管家 此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管家捋了捋胡须 对赵氏说道 这样吧 你回去变卖家产 把家中所有的财产 都折成献银交给县太爷 县太爷 此人极其贪财 这样的话 或许你的丈夫和儿子 还有一线生计 赵氏听了以后 谢过了县太爷的管家 赶紧回家变卖家产去了 三天之后 赵氏让家中的下人 抬着好几个巨大的箱子 来到了县太爷的家中 县太爷一听说 刘园外的家人来了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声称不见客 可是一听说 赵氏是来送钱的 当即便有些犹豫了许久之后 他对管家说道 让他进来吧 就这样 赵氏和县太爷 在屋子之中谈话许久 最终 县太爷收下了 赵氏送来的银子 下令让人们把刘园外 和他的两个儿子 从大牢之中放了出来 刘园外和两个儿子 面容憔悴地 从牢房之中走了出来 回到家后 才发现家中九成的积蓄 都已经被赵氏送给了县太爷 他们回家的时候 发现下人纷纷辞行 妻子赵氏和小妾李氏 正在收拾着东西 赵氏看到刘园外 和两个儿子回来了 跑过来对刘园外说道 你们总算是平安回来了 刘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要人还在 我 我们就有希望啊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刘园外 看着自己多年的积蓄 付诸东流 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刘园外 也不得不接受事实 就这样 刘园外一行人 从城中的大宅子 搬到了乡下的小宅子之中 居住去了 自从搬家之后 刘园外就病倒了 妻子赵氏请了许多的大夫查看 可大夫都声称 刘园外这是新病 并非吃两副药就能康复的 看着刘园外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而两个儿子 每日里也是戒酒消愁 赵氏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两个月之后 刘园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大家都能看得出刘 园外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一天 刘园外把全家上下都叫到跟前 对大家说的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家居然会落得如此境地 现在我病成这样 恐怕活不了几日了 两个儿子虽然不胡作非为 但是做生意重规重矩的 恐怕将来也难以东山再起 思来想去之下 我决定让我们的女儿刘小蕊 嫁给赵海为妻 我听说赵海现在已经考中功名了 若是刘小蕊能够嫁给赵海的话 或许是我们刘家唯一翻身的机会了 众人听了刘园外的话之后 都陷入了沉思 许久之后 小妾李氏对刘园外 再说到老爷说的是 我们将当初辉煌的时候 曾经有恩于赵海 如今我们将没落了 相信赵海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况且那赵海与我们的女儿青梅竹马 互相喜欢着 如果能让女儿嫁给赵海的话 我也是放心的 就这样 此事已经商量 刘家的人都同意让刘小蕊嫁给赵海 由于刘家现在已经没有了下人 所以刘小蕊亲自去赵海家 找赵海素说此事 可是去了以后 刘小蕊发现赵海对待自己的态度 和以往大有不同 当自己跟赵海提出 想要嫁给赵海为妻的时候 赵海却冷哼一声说道 自古以来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现在我已经考中功名 将来也可入朝为官 怎么可能娶一个商人之女为妻呢 况且你们家现在已经没落了 正所谓门不当户不对 我和你今后再无可能 你还是赶快走吧 别让乡里乡亲们看到说些话 刘小蕊怎么也没想到 赵海居然会说出此等话来 当即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而此时的赵海却冷漠地 转身回了房子 再也没有出来过了 刘小蕊无奈之下 只好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刘家 刘家众人 听了刘小蕊的表述之后 都愤愤不已 他们觉得即使赵海 不愿意去刘小蕊为妻 那也应该念在刘元外 当日多次资助他读书的份上 帮他们加一把 可是现在赵海居然如此冷漠 这着实令人心寒 半个月之后 刘元外因病离世了 自从刘元外去世之后 刘家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刘元外的两个儿子 本就没有一记之长 家中辉煌的时候 他们跟着刘元外做生意 倒也算是安分守己 可是现在家中没有任何产业 他们不得已之下 只好以种田为生 刘元外的妻子 照是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每天如此狼狈 于是便把主意打到了刘小蕊的身上 要说这刘小蕊虽然年纪还小 但是已经长得非常漂亮了 当初家中没有没落的时候 有很多人上门提亲 而现在就算刘小蕊嫁不了门当户对的人家做妻子 但是做个妾室也是绰绰有余的 就这样 照是每日早出晚归的替刘小蕊张罗亲事 还别说 有好几个大户人家都想要把刘小蕊 那位妾室 刘小蕊一听到嫡母要把自己嫁给别人做妾 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又哭又闹的 照是看到刘小蕊这个样子 就让两个儿子把刘小蕊给关入房中 先饿着他 什么时候服软 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刘小蕊的亲生母亲李氏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有些愚心不忍 可是照是却对李氏说道 这孩子简直被全家人给惯坏了 现在咱们家这种情况 除了让小蕊家 他给大户人家作妾 别无选择了 我知道你心疼孩子 但是你要想一想 如果小蕊嫁到大户人家作妾的话 连带着我们也能沾光 不然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李氏听了赵氏的话之后 觉得有些道理 于是也同意了赵氏的做法 可是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刘小蕊的性格非常的执拗 大家都觉得刘小蕊之前是千金大小姐 从来没有吃过苦 他两顿的话肯定会开口求饶的 可是直到第三天的早上 刘小蕊的房中却没有传出任何动静来 众人有些害怕了 毕竟大家虽然想让刘小蕊嫁给别人作妾 但是也不想让他就这样被活活饿死呀 于是刘家的两个儿子赶紧把房门给打开 打开房门之后 他们发现刘小蕊已经饿晕在了床上 不得已之下 他们只好又请来了大夫为刘小蕊查看 大夫一番诊脉之后 捋了捋胡须 对众人说道 无妨无妨 只是饥饿过度晕了过去 我开个方子给他调理身体 等他醒来之后 你们给他喂一些小米粥 过不了几天 他就会缓过来的 送走大夫之后 全家上下看着刘小蕊这个样子 都陷入了沉思 刘小蕊的亲生母亲李氏对大家说道 这孩子性格太过执拗了 以后隔断不敢强行逼他做这种事 要不然的话 恐怕会出大事的 就这样 刘小蕊嫁给别人做小妾的事情 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这一日 刘小蕊在家中做女工 突然 照是风风火火的从外面走了进来 对大家说道 我今日外出的时候 碰到了王媒婆 她告诉我一件事 那就是城中李源外家的儿子 要娶媳妇 听说小蕊美貌过人 活泼开朗 所以想要娶小蕊为妻 要知道李源外家可是家大业大 咱们家在最辉煌的时候 都没有人家有钱 小蕊嫁过去可是做正妻 想来他是不会不同意的 众人听了以后 也觉得这是一门好亲事 于是便纷纷点头说道 既然是做正妻的话 那倒是一家不错的亲事 就这样 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刘小蕊 刘小蕊听了以后 沉思了良久 然后对众人说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答应这门亲事吧 听到刘小蕊松了口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非常高兴 就这样 刘小蕊和李源外家的公子李仁德的亲事 定在了半年之后 这一日刘小蕊和母亲要了一些钱 去了集市之上 打算给自己买几匹布 然后做点衣服 嫁人的时候也好体面一些 可是正当他买完东西 拎着大包旋往回走的时候 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了起来 眼看就要下雨了 刘小蕊赶紧找了一个地方准备夺雨 值得一提的是 再理 刘小蕊不远之处有一个茶滩 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准备夺雨了 刘小蕊赶紧跑过去 站在那茅草棚子之下 不久之后 大雨倾盆下 刘小蕊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在这大雨来临的时候 有夺雨的地方 过了很久 还在一直下着茅草棚子里的人们 闲着无聊 都开始落起了家常 刘小蕊本来是不感兴趣的 可是突然听到有人说起来 李源外家的公子李仁德 刘小蕊顿时竖起了耳朵 听了起来 只见一个男子感慨说道 哎 要说这李源外家真是命苦 就生了一个儿子 居然还是个废老鬼 听说那李仁德 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 李源外 在迫不得已之下 准备给李仁德 娶个媳妇冲喜 也不知道谁家的姑娘 这么倒霉 居然要嫁给 这么一个将死之人了 刘小蕊听了以后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回家之后 家人看见他浑身湿透的样子 觉得非常奇怪 于是便问他 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直接刘小蕊 此时一边哭一边对众人说道 我今天去集市才知道 那李源外的儿子 居然是一个废老鬼 而且马上就要病死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众人听了以后都大吃一惊 说实话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李源外的儿子 居然是个病养子 当时只是听媒婆说 李源外怨 让刘小蕊作为儿子的正妻 他们也是被李家的聘礼 冲昏了头脑 这才答应了此事 可现在目一成舟 刘家已经收下了 李家的聘礼 二人的成亲日期已经定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毁婚的话 等同于伤风败俗 一时之间 众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刘小蕊看着大家都如此为难 心下也是非常的伤心 就在此时 刘小蕊的亲生母亲李氏 走过来对刘小蕊说道 小蕊 你千万不要怪我们呀 我们事先根本不知道此事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肯定不会答应的 可是现在 我们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 定了成亲的日期 如果就此反悔的话 会被人家戳几两骨的 为了我们刘家所有的人 你就牺牲一下吧 刘小蕊听到母亲这么说 心下也没了主意 她知道 虽然刘家的人平日里 对自己不是很好 但是也从来没有过分 苛待过自己 当时让自己嫁给别人做小妾 自己用绝世明智 后来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如果是其他家的庶女 狄母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这次 她也相信狄母等人并不知情 可是要让她嫁给这么一个将死之人 她是怎么也不愿意的 一时之间 刘小蕊跑出了院子 朝着大山跑去了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刘小蕊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她坐在一刻 大石头上大声地哭泣了起来 突然之间 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 刘小蕊心生好奇 转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婆婆 只见这老婆婆对刘小蕊说道 小姑娘 我老婆子住在山的那一边 今日一早 我那恶毒的儿子和儿媳把我送上山来 自己则去集市上买东西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想来他们是想要把我丢到山上 不肯赡养我了 我年老体衰 走不动的 你愿意把我送回去吗 刘小蕊听着老婆婆的话 觉得有些奇怪 自己上山来之时 并没有看见这老婆婆 这老婆婆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走在自己的身后呢 这老婆婆仿佛看中了刘小 小蕊的心思缓缓地对刘小蕊说道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在这里哭泣 你可能是哭得太投入了 根本没有发现我已经走到了你的身边 小姑娘 你就行行好吧 把我送回家去 老婆子 我感激不尽 刘小蕊听了以后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对老婆婆说道 行 我现在就帮您回家吧 就这样 刘小蕊背着老婆婆翻过了一大座山 终于抵达了老婆婆的家中 而此时 老婆婆口中的儿子和儿媳妇还没有回家 刘小蕊把老婆婆送到家门口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她在路上也考虑了许久 自己虽为刘家的庶女 但是从小到大并没有受过什么委屈 现在刘家落 除了男 作为刘家的女儿 她应该为刘家做出贡献 就这样 刘小蕊回家之后告诉家人 自己愿意嫁到李家为妻 刘家的人听完之后 又高兴又难过 就这样 时间很快到了刘小蕊嫁人的日期 这天晚上 刘小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想到他第二天就要嫁人了 而且还要嫁给一个将死之人 刘小蕊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直到深夜之时 刘小蕊这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睡梦当中 刘小蕊梦到了之前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 只见这老婆婆一脸慈祥的看着刘小蕊说道 小姑娘 其实我是山上的山神 那日我看到你 一个人在山中流泪 一边哭一边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 我有心想要帮你 但是不知道你品性如何 所以特意现身来试探你 没想到你这小姑娘果然善良 这样吧 我送你一个礼物 这东西可以治好你丈夫的病 你丈夫本是一个状元之才 可惜命途多传 如果身体强健的话 定能考中功名 报效朝廷的 刘小蕊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枕头边上 放着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 盒子里边居然有着一个黑乎乎的圆形药丸 一想到之前自己做的这个梦 他就觉得不同寻常 于是第二天 刘小蕊坐上了花轿 嫁入了李家 成亲之后 刘小蕊特意 弟把自己之前遇到的事情 告诉了李仁德 并把那药丸拿了出来 李仁德接过药丸之后 毫不犹豫就把他吞入腹中 然后被刘小蕊说道 我这身子就算是请了皇宫中的御医来了 都无药可救 听你这么说 那老婆婆居然是山神 想必这药丸肯定有他的独特之处 我相信你这也算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可是说来也是奇怪 李仁德服下药丸的第二天 他居然能够下床行走了 虽然身体还是虚弱不已 但是面色看起来也没那么苍白了 等到半个月之后 李仁德居然和正常人一般无二了 这可把李源外给高兴坏了 他大摆宴席 请大家都来沾沾儿子的喜 而刘小蕊更是被李源外当作李家的大功臣一般 这一日 李仁德对刘小蕊说道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 但是因为体弱多病 经常卧床不起 因此荒废了很多学业 现在我的病也已经好了 我打算重新开始读书 将来争取考取功名 刘小蕊听了李仁德的话之后 非常知识地说道 行 以后你就在家中安心读书 家中的大小事物 都由父亲和我来照料 绝对不会让你操一点心 就这样 李仁德开始日夜苦读了起来 由于他本就聪明 所以读起书来事半功倍 一年之后 他参加科举考试 考中了秀才 三年之后 他进京 赶考居然考中功名 这下可把李源外给高兴坏了 他一直念叨着李家的祖宗保佑 不光使得儿子起死回生 而且还让他光宗耀祖 再说李仁德 自从做官之后 刘小蕊跟着他搬到了京城居住 这一年 皇上驾崩 新皇登记 新皇帝重用了很多的能臣良将 其中就有李仁德 新皇直接下令李仁德官升三聘 与此同时 新皇还查抄了许多之前的大贪官 这一日 李仁德和刘小蕊在街上闲逛 听闻今日要斩首一些贪官污吏 刘小蕊心生好奇 于是拉着李仁德一同查看 可是令刘小蕊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这些贪官中看到了 赵海 赵海此时念容憔悴 十分的狼狈 他也无意中看到了刘小蕊 可是紧紧一下 赵海就把头给深深的低了下去 而就在此时 奸展官喊道 五十三刻一道 斩首 此言一出 这些贪官人头落地 刘小蕊看着赵海被斩首之后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口中喃喃地说道 真是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呀 字幕志愿者 杨树洁